再次感谢主带领我们回到传道书的课程 我们知道传道书是讨论人生的问题 因此传道者借着上帝给他的智慧 加上上帝给他的启示 还有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他思考关于人生的问题 他研究关于人生各个方面的问题 然后他要找出一个答案 人活着到底是为着什么 他的结论很简单 人如果没有神 人所做的一切都归于虚空 都归于捕风 人可以把很多的意义加在自己人生的这个意义上面 但这些意义如果不是以神挂钩的话 这些都是突然的 那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真理 其实没有圣经就没有意义 没有上帝的启示 我们根本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从圣经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礼当为上帝而活 而保罗明白了这个真理 保罗一生一世 他知道上帝是他热心的对象 他为主大发热心 但是他认识主的之后 他更清楚知道神的儿子耶稣来成为我们人类的救赎 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上传道书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活是为主活 有一天你死了是为主而死 我们或活或是总是主的人 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为自己活 你追求名义地位 钱财权势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如果都只是为自己 你会发现最后是虚空 是很大的虚空 是捕风 那是毫无意义的 那我们为主活 那就是我们活得有价值 有意义 那传道书的作者 从各个方面已经证实了这个事情 他自己也追求过人生的快乐 他想尽过人生的荣华富贵 他知道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叫他满足 世界上的东西越有 就想要更多 越多就越虚空 越虚空就想要增加 不断的增加 其实不断的不能满足 所以因此他知道 他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 那人生的道路 尤其有落有高有低 人生有许多的变化 那传道者也从这些方面 去思想去研究 他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智慧 那在上次我们谈到 他说人生的道路 虽然前面的道路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它 他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原则 在这一个未来的世界 未知的前途 来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 所以他教导我们 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行恶过分 我们已经解释了 行义过分 就是把义的做到变成不义 行恶过分 就是把恶的变成好的 那这是错的 恶就是恶 义就是义 那用一些例子 来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我们知道圣经反对同性恋 那这是肯定的 特别在后现代的社会 我们一定要坚持圣经的真理跟原则 圣经讲同性恋是罪 这是义 但是我们不能反对同性恋到一个地步 就把同性恋的人给杀了 那就是行义过分 我们把好的变成坏的了 我们反对同性恋 我们从圣经知道同性恋是罪 我们指出这是罪 我们要求人悔改 神要求人悔改 这是我们要做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 把人当着他是该死的 就把他杀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够把同性恋 因为同情这些同性恋的人 就把同性恋变成是不得已的 他们就得这样 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 就把一个错 把它当成是好的 这就是行恶过分 因为他本来是恶的 我们今天把它讲成是好的了 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 我们需要智慧 当一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怎样指行义 恶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怎样躲避一切的恶 那另外一方面教导我们不要极端 那凡事都有什么都要知道 我们许一个均衡 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就赐给我们节制 这是上次我们思想的 上次我们也思想到 那我们需要智慧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世界 并不是完美的世界 所以不要带着一个完美的观念 在你的生活的当中 那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那今天我们人没有一个是完美 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你不要带着完美的观念 要追求一个完美的婚姻 一个完美的教会 完美的信徒 完美的生活 那不可能 我们就是跟着罪在生活 我们知道世界有许多的罪恶的事件 我们要接受 我们跟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婚姻的配偶 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然后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活着 过着一个宽恕 一个赦免 一个爱的生活 那我们也从上次的 这个讲解里面 知道智慧是很有价值的 那有人有智慧 那胜过有十个什么 有十个官长的能力 我们要追求智慧 但智慧不容易得到 那智慧不是单单努力就可以得到的 我们要敬畏上帝 我们求主教导我们 我们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神已经赤我们这本圣经 其实借着读圣经 我们可以得作智慧的 那我们要逃避 世界上很可怕的罪 那就是色情的罪 这是这一等的妇人 彼此还苦 我们要逃避 那我们也知道 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男人也没有 女人也没有 按照新约的圣经 我们知道只有一个 那就是耶稣基督 好 今天我们要从传道书的 八章第二节来思想 那从传道书八章二节 一直到第十五节 这一大段的圣经 它在讲到人生与政府 我们活在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有日光之下的制度 我们要顺服在这个制度里面生活 所以所罗门教导我们 怎样能够平安度过一生 不惹官司 平安度过一生 那不用上法庭跟政府来对抗 怎样度过一生 能够使你在这一生里面 享受上帝的赐福 我们来读第八章 传道书第八章 我们先从第二节读到第九节 我们来读 我欠你遵守王的命令 既指神起事 理当如此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 不要固执行恶 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王的话本有权利 谁敢向他说 你做什么呢 凡遵守命令的 必不经历祸患 智慧人的心 能辨明时候和定理 各样事物成就 都有时候和定理 因为人的苦难 重压在他身上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因为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呢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 这场战争 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救那 好行邪恶的人 这一切我都见过 也专心炒考日光之下 所做的一切事 有时这人管下那人 令人受害 那一开始 所罗门说 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 那这里所讲的就是 他要信徒 他要被他教导的人 他要上他人生课程的人 明白我们活在一个日光之下 有一个政府的制度 因此他教导人要奉公守法 那做一个好的公民 他说你要遵守 王的命令 那王的命令 在古代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他王的权柄 那怎么做王呢 就是他有个国家 国家支持他做王 那我们来到现代的时候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王 今天如果有王的国家 那个王都是变成理由的目的的 为适应游客来看 但没有实权 那真正我们今天都是政府 有些是总统制 有的是总理制 那有一些是选举制 有些是共产制 那这些都是政府的制度 因此都有一个领导者 所以在一个政府的制度之下 就有执行政府权力的官员 他可能是王 他可能是总理 他可能是总统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一个公民 就要怎样奉公守法 遵守王的命令 因为他下面说 既指着神启示 什么时候启示呢 什么就是既指着神启示呢 你做公民的时候 你有没有启示啊 有 我要效忠这个国家 是我做这个国家的什么 公民 我们做这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常常有没有练事业啊 有 我们新加坡人 我是新加坡公民 事业不分种族 对吗 我们有练事业 从小练到大 那这个每一次你练事业 不管你有心没心 都是练了就算了 你只要练就什么 就算数了 你拿红灯记 就是新加坡公民 你拿中国护照 就是中国公民 马来西亚护照 就是马来西亚公民 你向谁先事啊 你向政府先事 其实是向着什么 神先事 所以我们是公民 所以基督徒都明白 我们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天上的国民 一个是地上的国民 我们还没有回到天上去 我们还是什么 地上的国民 我们现在也是什么 天上的国民 但我们现在拘留在什么 这个短暂的地 这个世界 所以你有责任怎样 奉公守法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有一次 他 这个有人来收丁税 那彼得不知道 彼得就替耶稣交丁税了 答应那个收丁税的人 但耶稣对他说 我是从天上来的 全地都是属于我的 如果按照这个属灵的原则 按照这个真理的话 耶稣是不用交丁税的 不过因为彼得答应了 所以耶稣也怎样 耶稣也说 那就交吧 那就表示什么 他仍然愿意遵守这个人 作为一个人在这个制度之下 那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是主的仆人 但是他仍然按照国民的程序来办事 他是罗马公民 罗马公民很有特权 罗马公民你不能够不审判 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没有给他适当的审判就关起来 罗马公民你不能鞭打他 罗马公民只要他讲一句 我要上诉到凯撒 你就得让他上诉 所以保罗用尽了他的权力 他要上诉到凯撒 所以他们就得安排 把他送到罗马 然后上诉于当时候的皇帝 叫做凯撒或者是尼路 所以你可以看见作为一个公民 信徒在地上 神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怎样 来做一个奉公守法 所以所罗门说人生的道路里面 你就做一个奉公守法 听从遵守王的命令 做基督徒更要明白这个真理 因为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 都是上帝给他权柄 人人要怎样 要顺从他 那这个官他有见 见是要什么 赏善罚恶 他有这个权力 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公民 那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知道 我们第一一定是效忠上帝 第二一定效忠政府 这是没有什么秘密的 都是圣经讲的 如果政府问我们 谁是你的第一 当然是上帝 谁是你的第二 那我们可以考虑政府 但是作为一个国民 有国民的什么 责任 那所有的政府都了解 如果我们没有效忠于神 我们是不可能效忠于政府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 神在我们背后 来引导帮助我们 所以一个政府他如果了解 他绝对不会禁止基督教的传扬 一个明白基督教精神背后的 他一定会大力支持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怎样 要效忠政府 然后他们很 效忠政府对政府就怎样 就很容易的 他们办事情就容易了 所以凡是要把基督徒对付基督教的 那他还不明白 所以你有责任告诉他 你有责任来让这个世界的政府知道 基督徒是奉公守法的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这个索罗门告诉我们 他说第三节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 不要固执行 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这讲的就是政府有权力 他有权柄 他可以自由的行事 而且他可以散上法恶 所以他说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的意思 就是说 你对王法要有尊重 你对王要有尊重 也就是你不要随便的怎样 不要随便的来跟政府来斗争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跟政府造成对立 我们华人很明白 我们华人说什么 跟官斗那就很穷了 对吗 不要跟官斗 官有两个口 你很难斗赢他 所以你要怎样 你要 你就要奉公守法 然后不要固执行恶 弟兄姐妹 不要固执行恶的意思 就是说 你公然违法 然后要怎样 要做一个反政府的分子 我们要了解 政府有他的权力 他有他的执行 所以我们就得怎样 按照政府的规定 我们的孩子到了18岁 就得怎样 去登记 要当兵 不要逃兵 其实逃兵不核算 你逃兵 你逃了之后 最后还是要做回来 以前我当兵的时候 处理过几个逃兵的事件 那些人 他们当兵的时候 竟然就没有来报到 就失踪了 大概两年半以后 他发生一宗车祸 一发生车祸 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就糟糕了 身份就露出来了 他18岁20岁了 还没有当兵 后来就怎样 抓回去了 先在这个军事法庭里面 就判他什么 判他要做三年的军队的劳 做三年 这三年不算当兵 做完三年了还要当兵两年 所以五年不值得的 还有前面两年过得什么 慌慌张张 很害怕的 那有些人就逃到外国去了 不要回来了 有些人放了一大笔安柜金 再跑了不回来了 那政府就说 那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 也有碰到这样的朋友 他们不再回来 所以他们要跟他的妈妈见面 在哪里见面 在JB见面 过去马来西亚柔佛见面 那如果妈妈过世了 她不能来送上 她不能来参加商礼 为什么 她进不来 因为她逃兵的 弟兄姐妹 不要跟政府斗 不合算的 所以年轻人 记得时间到了 去当兵 最多是常常去MC 那最多是你身体很软弱 哎呀 常常生病 挨挨挨挨挨 两年挨过了 就就自由了 所以不要逃兵 逃兵是很不值的 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明白 当兵的义务权利 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维护 所以如果你不当兵 那你怎么来保护国家 那我们这些人 活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靠你们 18岁的孩子保护的 所以你们还是去当兵 所以不要跟政府斗 不要逃避 我们生活的当中 我们开车 我们停车 你不要试固本也可以 就是停贵一点而已 不试固本 就是他替你试比较贵 你自己试一个中头五毛钱 他帮你试一个中头三十块 你也可以给他试 双黄线 人家说双黄线不可以停车 不是不可以很贵 所以双黄线是专门停了七十块钱 一百三十块钱的 可以停 不是不可以停 他没有说不可以停 是你停了 你叫罚款 好了 罚款 当然有罚单 罚单来了之后 你就得乖乖的 还罚单 不要 不要说 我就是不要还 看他能够跟我怎么样 是啊 你不要还 你一张罚单不要还 他就变成要去法庭 一去法庭就变成什么 两百三百块钱 七十块你不还 三十块你不还 你要还几百块钱 那还没完 如果你有时候 我就是不上法庭又怎样 所以你就跟他斗到底 最后 当然他一张纸 警察来就把你扣上手铐 带你去带你 因为你是 你法庭没有上是逃避的 很大的罪就把你抓起来了 搞一下 可能坐两三个礼拜的牢 不值得的 所以没有必要跟政府斗 好好的做一个公民 不要铤而走险 不值得的 所以所罗门就说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 不要固执行恶 因为他凡事都有什么 都有什么 都能够按他的心意而行 所以这是第二 第三他说 谁敢问他说 你做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说 你不要向政府挑衅 除非你有真理 你站在真理的这边 那就没有办法 不然的话 不要跟政府挑衅 因为你敢 谁敢对他说 你做什么 你每一件事情 你要站得住 你一定要有证据 你要有真理 然后你要证明 他的形式是不合法的 他形式是违背宪法的 他形式是违背你的 你这个国家 国民的权利的 那你要证明他有错 很难 但是除非你能够 而且你甚至要为真理 什么 而死 世界上有很多政府 他们不按理出牌的 所以如果你有理 你也得议备怎样 他把你的理给扭曲了 这就是为什么初期教会的时候 信徒做礼拜 那不能 你一定要敬拜皇帝 你不敬拜皇帝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违背国家的法律 所以信徒甘愿为真理受苦 那是另当一回事 不过基本上不要挑衅政府 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 好好的想一想 这个政府如果是按公义 公理而行的 你就得按公立 公立公理而行 所以这是这个所罗门 给我们的智慧 然后他说凡遵守命令的 必不经祸患 所以我们就不要免去这些祸患 既然在这个制度下 我们就在这个制度下 学会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所以你当做的你该做 你当进的责任你该进 他说智慧人的心能 辨明时候和定理 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 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 这里什么叫做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 我们都知道做公民 有公民的责任跟义务 所以国家作为一个公民 有没有有顺服政府的权利 按照条例而行 容易吗 不容易的 生活是一个什么 苦难重压 你在一个国家里面就知道 你作为一个公民要什么 要交税 你做工 他抽税 你买东西 他抽税 对吗 你买车 他抽更多的税 那么你知道不容易 很辛苦 你赚了一点点钱 那么你买了一点点东西 你交了很多的税 那重压 苦难重压 所以政府如果每一次提高他的税收 百姓的重担就怎样 就增加了 容易吗 做公民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政府如果越压 百姓就越苦 但政府也不是笨的 他们懂怎么压 对不对 所以他压一下 放一下 压一下 放一下 让你能够快要死了 又活了 快要死了 又活了 如果他把你压下去的话 你死他没有好处 而且很多不死的又反弹回来 所以很多革命就发生了 推翻政府 就笨的政府 才把百姓压到什么 压到头部扩起来 但是凡是政府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懂得怎么样的管理国家 刚刚好 你要死也不会死 你要活得很好 也不那么容易 所罗门讲的 所以苦难重压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做公民就了解 为什么有时候很辛苦 那你再朝一下 去别的地方住了 你的自由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的 每个你到哪里去住 结果都是什么 都有他的困难 都有他的苦难 那他说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有智慧 什么智慧 能辨明 时候跟定理 各样事物成就都有 时候跟定理 所以你要了解 用你的智慧 了解政府 你要了解这个政府的心意 是什么 然后你要辨别 时候跟定理 这是智慧 当我们讲到时候跟定理 的意思就是说 在对的时间里面 做对的事情 在对的时间里面 来处理事情 所以华人有句话说 事实物者为俊杰 你要看大环境 你要有智慧来行事 有些事情 你可以争取 你就尽量争取 但有些事情 你知道是不行的 所以你要有智慧 在一个国家生活久了 你一定要懂得 在那国家生活的规律 我们不要做一些 伤害自己的事情 没有意义的事情 跟政府斗的事情 我们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功名 但是你要有智慧 懂得什么时候 能够在这个制度之下 很好很自由的来生活 这就要求主给我们智慧 好 你看蛋尼里 蛋尼里被抓到巴比伦去 他换一个政府 他本来是犹太人 被抓到巴比伦去 是巴比伦的政府 他怎么样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都时候跟定理 所以当他被带进 这个巴比伦的王宫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所有的都是 都是各种各样的神像 在他的周围 因为巴比伦是敬拜异教 所以所有的神明 那王要训练他 就要怎样改他的名字 然后要改他的善食 然后要把他变成一个巴比伦人 蛋尼里很聪明 但你知道你改我的名字 没有关系 我可以叫做 我是可以叫做什么名都没有关系 我本来叫蛋尼里 现在要叫Suzuki也没有关系 要叫什么名都没有关系 听说你去日本 你如果入籍日本 要变成你要有日本名的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 有日本护照 你看一下 有Kawasaki的 有Yamaha的 这些都有 他们要改名 蛋尼里说无所谓 你改我的名字 无所谓 不过还要改他的饮食 蛋尼里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文化上面的什么要求 他们有自己宗教的要求 神说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不是洁净的 上帝已经有明文交代了 上帝没有说你不能够改名 不能够改姓 但是上帝说你不能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他有他自己的什么 有他自己的要求了 那他怎么样 他起来 reformacy吗 他起来改革吗 他起来反抗吗 你爸爸杀了吧 我就是不吃 他不是这样 他尽量争取 所以他对那个管他的太监长说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跟你商量 你试试看我十天 我不吃王的山 其实王的山都是好料来的 但是他说我不吃 我就吃素菜 我就吃清茶淡饭 然后你再看我十天后怎么样 那果然十天后怎样 我们他看到他怎样 他很好 所以就答应他说 好你可以不吃王的山 他就争取到了 但是很多人读圣经就知道了读错了 就说吃素菜很好 会变得很好看 你没有好好读圣经 那是因为上帝怎么样 怜悯跟帮助大尼里 大尼里有信心 不是吃素菜很好 每个人不一样的 有些人吃素菜很好 有些人吃素菜会变成菜 你要弄清楚的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的 有人甚至说 你看吃素菜很有力量 他的理由是什么 你看大象是吃菜 吃草的 大象的结构 跟我们的结构不一样 这个是很可笑的一种讲法 你看有时候我们读圣经 出现在圣经里面的 我们就有人变成蛋以礼餐 听过吗 其实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了解圣经 蛋以礼不是吃蛋以礼餐 它是信心的表达 不过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它有智慧 它明白时候跟定理 现在时候不一样了 不再是犹太人的世界 虽是巴比伦人的世界 不过它尽量跟巴比伦人友善相处 不过它仍然有困难 什么困难 它的三个朋友先遇到 因为它 巴比伦你不讲 你是要造了一个像 然后要他们拜 但你当时候不在 那三个朋友在场 怎么办 那就不行了 现在不是 事实物者为俊介了 拜一拜没有事情吗 不是 现在是信仰 除了我以外 你不能够有别的神 这个信念是不能够妥协的 我先忠于神才忠于国 这是基督徒的立场 我忠于神一定忠于国 因为神跟国 神常常扶持国家 上帝给君王有前兵 所以但里里三个朋友就得怎样 不要敬拜 所以就被丢到什么火窑里面 不过上帝怜励他们 他们没有死 不过他们已经亦被死了 他说 就算神不救我们也无所谓 不过神就救了他们 好了 到了第六章 现在轮到但里里 但里里有人就要陷害他 所以就求王来颁布一个命令 就是一百天之内不能够像什么 不能够像做 不能够祷告 但里里怎么决定 但里里为什么不要妥协 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 他照样开窗 跪下来向耶路撒冷祷告 你没有想过 但里里啊 为什么你不要关窗 你祷告关窗 祷告也会出去的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开窗 为什么你要开窗 如果换成我们 我们一定关窗 对不对 照样祷告不过关窗 为什么但里里不要关窗 弟兄姐妹 因为但里里知道 这些人是针对他 所以就算是他关窗 一百天过后 他们还会找出新的东西 来对付他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但里里要告诉他们 信仰是要付代价的 既然是信仰 我愿意付代价 所以我不需要偷偷摸摸的 我要付代价 就这样怎样 就这样他照样开窗 事实果然证明 他的这个中心 知道他怎样 他赢得那个王的 对他的什么 绝对的信任 那我们可以看一件事情 就是世界上很多 很多事情很难做一个判断 时候跟定理很难做一个判断 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些原理 有些时候你会犯法 然后你又会犯罪 很多事情你会犯罪 你会犯罪 但是却不犯法 那还有些事情你会怎样 你会不犯法 也不犯罪 所以我们今天奉公守法 多数是不犯法 也不犯罪 但有时候我们不得已 就得怎样 不犯罪 但是什么 犯法 总是会有时候 碰到这样的情况 不过你不要随便用这个条例 不要随便条例 然后你整天犯法 然后说犯法不犯罪 犯法不犯罪 这个不是事实物和定理 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是智慧 有时候在世界上 法有它的限制 你看很多的人 他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 不过他是犯罪 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些的智慧 所以他提到时候跟定理 我们就按照这种智慧 跟时候跟定理来遵行 但总而言之就是什么 总而言之就是 我们要尽所能的 来遵行政府的规定 再看下去 他说第七节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因为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呢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时期 这场战争战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救那行好行邪恶的人 这一切我都见过 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 所做的一切事 有时这人管辖那人 令人受害 那我们很自然就问一个问题 难道政府都是对的吗 难道政府都是好的吗 难道政府所讲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我们都得听从吗 这个问题是问对了 因为所罗门也没有这样子讲 因为所罗门也知道 这个世界会有什么 会有邪恶的政府 所以你看第一看到下去 下面说 有时这人管辖那人 令人受害 一个坏的政府 这人管辖那人 就是这个政府 在管辖人的时候 令人受害 所以一个坏的政府会害了什么 一代的人 所以政府的政策很重要 一个政策错误 那一代的人就怎样 那一代的人就 就失去了他们 大半生的日子 一个政策的错误 很多的人怎样 受害 你从历史上已经看到 很多很多这样的 你从中国历史 你看西方的历史 一个皇帝糊涂而已 全民受害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 因为法国的皇帝 从路易十四开始 就怎样 贪婪 百姓的钱都怎样 都收挂去了 然后建了一个凡尔赛公 是美的 不可胜受的 但是他糊里糊涂 法王路易十四过了 十五也糊里糊涂过了 来到法王路易十六的时候 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什么 再承受了 所以人家就起来把他给推翻 但是你知道 在这些昏君之下 有多少人受害吗 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坏的政府 使得很多的人受苦 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子讲 有时能管下那人 令人受害 但是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 有时候神就介入 让整个政府能够怎样 能够改变过来 神兴起亡 神废亡 但所罗门说 不是说所有的政府都是好的 也有坏的政府 而坏的政府使我们受害 所以我们在座当中 如果你是做官的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部门的官 权力交在你的手中 你得好好的使用 因为每个人都有什么 都有神所托福的权力 神要追讨的 今天你也有权力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权力 你在你的部门管人 有的人也给你害得很惨 所以你好好的管 做上师的 好好的做一个上师 按照真理而行 有直卑有怜悯 有公义有慈爱 有上帝的恩惠 做官的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常常要为政府祷告 为自政掌权者的祷告 让他们用公义跟慈爱 让他们用真理 用仁义来对待百姓 所以一个政府要照顾百姓 一个政府把百姓照顾得好 当然就是一个好的政府 因为百姓是依靠政府的政策来生活的 所以我们常常求主 让政府能够按公义而行 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 但是如果分君 那一代的人就受害了 好 所罗门说 那如果碰到不好的政府怎样 那为什么会突然跑出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因为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 这是讲到 这是讲到没有人知道 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又会提到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 那么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时期 这场战争无人能免 那其实他要在讲的就是 我们人都一样 没有人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知识有一个极限 还有连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 有一个极限 有一个极限 他要讲的政府也是这样 政府有它的极限 所以如果一个坏的政府 他没有按照公义来治理的时候 你不要怕这个政府 耶稣说 那能够杀身体的 不能杀灵魂的 你不要怕它 当时候基督徒就在罗马的 那一个罗马皇帝的压迫之下 他们没有放弃信仰 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有个极限 他能够杀身体 不能够杀什么 灵魂 所以信仰仍然站立得稳 那我们就是 什么都听政府的吗 不是 当政府说 不能停 不可以聚会的时候 你不要听 你照样聚会 因为政府的宪法里面 赋予我们宗教的自由 连他这个宗教的自由的权利 也是从神来的 神给政府权利 不是政府给我们宗教的自由 是神给我们宗教的自由 所以当这个政府限制我们信仰的自由的时候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彼得的话就想起来了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该的 但是基本上 当政府给我们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得怎么样 自由 我们就得按照政府的自由的方式来什么 敬拜上帝 那所罗门的意思就是 有时候 邪恶的政府 不能够解决邪恶的问题 他说 邪恶也不能救那 好行邪恶的人 所以邪恶的政府 没有办法 解决很多邪恶的问题 那这里所提到的就是 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再读下去 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 我见恶人买账 归入坟墓 又见行政治式的离开圣地 在城中被人忘记 这也是虚空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 倒想长久的年日 然而我准知道 敬畏神的 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 终久必得福了 恶人却不得福了 也不得长久的年日 这年日好像隐儿 因他不敬畏神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义人所遭遇的 烦照恶人所行的 有恶人所遭遇的 烦照义人所行的 我说 我就称赞快乐 原来人在日光之下 莫强如赐贺快乐 因为他在日光之下 神赐他一生的年日 要从老路中 时常享受所得的 记得下期第十节 他要继续讲的就是 一个不义的政府 跟不义的官员 他说 前面说 坏的政府 他害了很多的人 记得下期 他提到了政府的不义 官员的不义 第十节很难明白 对吗 我见恶人埋葬 归入坟墓 又见行政之士的 离开圣地 在城中被人忘记 那很难理解 他到底在讲什么 那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 是这样 我见恶人 埋葬 归入坟墓 那这个人 生前在圣地往来 他们这样行在城中 被人称赞 这是比较准确的翻译 或者比较好的翻译 那他在讲什么 其实他在讲 有时候一个坏的政府 它里面有很多不义的官员 这些不义的官员 都是恶人 不过表面上 他们行事 其实好像是很公义的 表面上他们行事 好像是行政治式的 但其实他 人家都在称赞 他是好的官员 但其实背地里 他是什么 他是坏的官员 你明白的 这个你明白 表面是清官 里面是贪官 表面是一个好人 里面是一个什么 充满了邪恶腐败的人 所以他说 这个恶人埋葬 归入坟墓 这个人生前 他看起来 行很多政治事 他就好像在圣地里面往来 在城中被人称赞 但其实他是什么 恶人 所罗门说 我看过很多这种人 这种人活的时候 好像很好 其实他是不好 他就被埋葬了 但是他被埋葬的时候 确实被什么 歌功颂德的埋葬 这种情况 所罗门说 我看了很多 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生活中 有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有一个 有一个商事 有一个人就起来 讲这个人生前的事情 这个人生前 他是一个人的好朋友 人的好的丈夫 和好的儿女 他是一个好的工作的 好的顾严 他在那边 就是怎么样 这个人生前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事 他一面前一面讲 他的太太坐在下面 就对他儿子说 你去看看里面棺材树是你老爸 因为他越听越不对办 不是这样的嘛 他不是这样的嘛 为什么把他讲成这样 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歌功颂德的意思 历史上有很多暴君 但是他死的时候 被人歌功颂德 但历史翻他的底牌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恶人 所以所罗门说 人很多很多的时候 不义的官员 不过表面上 却被什么 称赞 所以他说 因为什么 他说一个邪恶的 一个邪恶的政府 因为断定罪名 不立刻施行 所以四人满心 怎么能够断定罪名 不立刻施行 根本就是拖延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完死 把它延缓 延缓他 所以四人满心 你不延 谁会怕 所以很多的法律不严 如果政府的法律定了之后 判了之后 不严 人会怕吗 人不会怕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定了罪 却不立刻施行 政府邪恶 很明显的贪污 贪污 你知道为什么贪污的问题 会发生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 其实都在贪污 只是有些地方比较严重 有些地方不严重 那我们知道 现在最严重的在中国 所以中国政府要大力的 什么反对反击贪污 你知道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么严重吗 答案很简单 因为那是一个共产主义 那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各位弟兄姐妹 没有神 什么就是神 钱财就是神 没有神 物质就是神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 这么多的贪污 因为人没有神 钱就是神 物质就是神 我就是抓住地上的神 就是这个眼龄 很简单的眼龄 但我们知道 我们有神的 如果你做一个政府官员 你不是为着钱 你为着什么向神交代 所以中国的继承者回去努力传福音 下一代上来才有盼望 这一代是没什么盼望的 你怎么改怎么改 改不了的 你明的地方不允许它 就是什么 暗的地方 我们常常讲的 上面有什么政策 下面就有什么对策 做官的都很聪明的 你上面真的要改吗 要一下改改吗 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们知道 一定要从福音来改变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 不义的官 他们定罪不施行 所以私人满心作恶 所以十二节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 倒想长久的年日 你看他罪人可以作恶百次 什么意思 抓了又放 抓了又放 抓了一放 他就当那个作恶百次了 他犯罪不用死刑 他就长久什么年日了 这些我们在历史的片里面看太多了 连续剧里面看太多了 你都明白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邪恶的政府 所以 我们知道邪恶的政府 所带来的败坏 但是这里继续说 然而我准知道 敬畏神的 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 终久必得福了 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之下 一个不义的政府的体制之下 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信靠上帝 有些时候人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我们仰望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 神最终要追讨人的罪 我们就暂停 我们还能够打电话 我们先去年轻转的